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也出动了多款无人机 出动了前哨R猎户所攻击无人机 对乌军设施进行打击 还有海鹰时侦察无人机进行火力打击引导 请教一下杜先生 您怎么评价俄军无人机的战场表现 俄罗斯军用无人机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 至于目前在无人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 俄罗斯在奋起直追 目前看在主要作战型号上 与世界先进水平正在接近 但是仍有一定的差距 目前在乌克兰大量投入了一个频谱系列的无人机 比如中长航时的猎后座无人机 可以携带多枚对地攻击武器装备进行打击行动 但最近在冲突中也有被击落的记录 另外像海鹰时侦 可以通过战术范围内的侦察行动 为战术级作战单位提供情报支援 留一刀无人机可以实现查达议题 对地面的坦克装甲车辆 甚至是重型火炮进行攻击 但是目前在隐身无人机 大型无人机 包括特种无人机方面 与美国包括以色列等无人机发展国家 还存在着一定差距